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想跟同学们一起探讨一个小问题 如何才能更好的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呢 我知道很多同学现在脑海当中 速速速速飘过很多想法 对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的大侠图老师给同学们带来了三条小建议 来看一看 第一个目的明确 我们上课之前呢 做一个小小的预习 经过了预习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自己哪会哪不会 那这样的话 你上课听课是不是就有重点了 这第一个要有预习 第二个就是固定学习时间 那么在这里呢 老师建议大家是周末学习一次 比如说周六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 周平日里呢 我们也学习一次 比如说周二下午早放学 那早放学 咱们是不是可以多学一个小时啊 好 那只有保证了学习进度 咱们才能会有学习效果 第三个呢就是不打算的学习 我发现很多同学 一个是有一个特别关心你的老妈 来宝 吃个苹果 来宝 这个喝杯水 来宝 怎么怎么的 而且另外一部分同学呢是 嗯 妈 我的橡皮呢 爸爸 我签笔没签了 哎呀 那你说你刚在那儿计算 这个出问题 那个出状况 那你说这道题 你还能连贯的把它算出来吗 这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 所以希望大家在上课之前 准备好你的笔 橡皮 紫尺 啊 盐 草 纸 对吧 那所有的万事具备 就等着思路 哗哗的 涌出来了 好了 那做到这三点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今天的课堂了 好了 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节课的知识导航 这节课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啊 数的世界 认识一下算数和整数 第二个就是啊 因数和倍数 在这里面呢 包括了三个小方面 第一 因背的基本意义 第二 找找因数 第三 找找倍数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二三五九的倍数特征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大板块 关于数的认识 对的 在这个数的世界当中 自然数和整数是你最为熟悉的 那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世界上的数 不光是自然数和整数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东西是你比较熟悉的 应该是啊 小数 那因此呢 我们来看一看数的分类 第一 我们可以把数分为 整数 哎 小数 是不是这两大部分 今天呢 咱们的重点就是这个 整数 那么在整数当中 又分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寻常所见的 哎 我有一块钱 我两块钱 我有三块钱 我是一个百万富翁 我有一百万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整数 也叫做自然数 对吧 那咱们知道在课堂上 我们学过 自然数还包括谁啊 还包括零 所以我们说在整数当中 它就分为正整数 哎 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你知道一百万一千万 一个亿 两个亿 三个亿 这些是不是都是正整数啊 这些都说明你很有钱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零 零就是什么 零就是穷光蛋 对吧 就是我身份里有 我很穷 我 我 我身上除了衣服啥都没有 是这样的吧 好 这是零 那么除了正整数零 那肯定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负整数 其实穷光蛋不算穷 对吧 你我一看写出负整数来 同学们就会想到谁啊 哎 想到那个 欠债的人 你比如说 我本来很富有 很富有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破产了 我欠了万别 好多好多债 我欠了人家 欠了别人一百万 那怎么表示啊 啊 本来你是有一百万 结果你亏损了 欠了别人一百万 咔 来个负号 哎 也就是你平时所见的减号 是不是 在这里就可以称为负号了 那这样的话就代表你欠别人 是不是一百万 那这样说的话 同学们来看 这个负一代表什么 代表你欠别人 一块钱 对吧 好 那你说 同学们 是负一大呢 还是负一百万大呢 嗯 没有感觉出来是吧 没关系 我再教你一个办法 我给你一个竖轴 哎 竖轴的这个地方呢 咱们写为零 顺着这个箭头的方向 一 二 三 四 哎 就是越来越大 那往这头倒 往左边走 你本来是零 哎呦 去楼下小卖店 啊 这个 赦账买了一块 冰棍 欠人家一块钱 负一 哎 你发现一个冰棍没吃够 再来一个老板 负二 再来一个老板 负三 别再来了 再来牙就掉了 那朋友们 你现在看出来了吗 顺着箭头的方向 是不是我们这个数 是越来越大的 你把它欠三块 还你一块 欠两块 再还你一块 欠一块 再还你一块 不欠了 哎 出去干活 赚钱 赚一块 赚两块 赚三块 赚四块 越来越有钱 越来越有钱 对吧 所以我们说顺着这个箭头的方向 是不是就越来越大 那因此同学呢 负一万 在哪里 负一万 是不是大概在这个地方了 好远好远了 那负一百万呢 就出屏幕了 对吧 所以我们说 如果对于一个正整数而言 你的数值越大 是不是这个数据越大 而对于一个负整数而言 咱们的数值 这个数值 这个数啊 数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符号 一个是数值 你的数值越大 本来你应该越大 可惜一家符号 什么你越穷 对吧 所以我们说负数 哎 这个数值越大 负数就越小 是这样了吧 哎 甚至我觉得 你用这个 这个这 这叫数轴来表示它 是不是更加清楚一些 好 那这样的话 咱们就 再给大家介绍 不是给大家介绍了啊 这两个东西 是不是叫做 自然数来着 我相信大部同学都知道 啊 零和正永数 称之为自然数 那这样的话 老师问问大家吧 我们这个自然数 有没有最大的 那话怎么说来着 有部分人啊 赚钱没够 是让我们知道 钱这个东西是 哎 你有100万 他有200万 他有300万 他有一个亿 他有两个亿 他有三个亿 这个数字 没头啊 对吧 哎 但是有没有最小的 嗯 自然数有没有最小的 哎 自然数是有最小的 最小的数是 零 对吧 那如果我要这么问 同学们 整数里边 有没有最大的 有没有最小的 最大的 没有 最小的 你想有多穷 就有多穷 是不是也没有啊 对吧 因此整数里边 是没有最大值 没有最小值的 但是自然数里边 却有一个最小值 也就是零 对了吧 好了 不说这个了 那同学们 那通过老师的介绍 我们的力气的第一题 以及我们那个扫雷 是不是大家应该 去预计一下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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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